为了一个停船的码头 你会花700万买一栋房子吗 现在这个卖家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拍摄的是在Newport的一个戴博位的房子 我手指这个船的位置就是属于这套房子的自家码头 这个deck这条路是三户人家共用的 这户是我们今天看的房子 隔壁一二三三户共用这条通道 然后每一户都有一个私人的颇位停船的位置 好我们来拍摄一下这套房子 室内是2289尺占地3100尺售价695万 这个实际上是在后院了 我们是从后院开始拍的 后院就是Newport的停船的码头 这里出海也就很近 直接出海十几分钟就能出去了 好这是一套三房3.5位的房子 现在是它的客厅 是实木地板 带壁炉 这是路户门 它是一个Single House 车库在那个位置 路户门和车库是同一个方向 但是车库门前不能停车 因为这个房子桌边密度是挺高的 我们稍微看一眼 密度挺大的 好现在我是在路户门这边 进来之后 就这边是它的客厅 然后客厅往外 就是它的后院 就是在自家码头 中间是餐厅 这里是厨房 房子还是很有美式味道的 上下都是实木地板 三个房间都在楼上 三房3.5位 楼下有半个卫生间 厨房位置也蛮大 中间有导台 而且导台 这里还有一汽车池 所以两个水池 一个是在这一侧 中间还有一个水池 Wiking高端的油灶油烟机 Sub-Zilo 天鹿式冰箱 这个门后面是厨房pantry 它用的都很结实 这个门是很厚重的 非常结实的门 里面是pantry 这是车库门 旁边这边有个半位 半个卫生间 一楼是不带淋浴房的 好 这就是一楼 陆户门进来之后 大客厅 然后对着自家的码头 好 上楼看一下 楼上是三个房间 都是套房 其中主卧室跟后面一个朝向 可以看到码头的海景 这个小码头啊 就是自家的码头 装修非常好 你看它的天花板上 也是厚重的石木的吊顶 左边是主卧 一会儿看 右边两个次卧 还有洗衣房 它每个次卧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房间里面地毯 银帽间 白叶窗 里面的卫生间 好 另外一个次卧 暮露衣帽间 也是有卫生间 好 最后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楼上走到底 楼上走廊 这边也是树木地板 这个主卧很舒服的 在这边就能看到自家的船 好 这是主卧 我们先把主卧的卫生间拍一下 主卧的衣帽间 卫生间分开的 就是衣帽间 主卧有壁炉 右上我们可以在主卧这边窗前看一下 自家码头和后面妞婆的景观 这里是妞婆 所以为了一个码头买一套700万的房子 我们刚看了一套Long Beach的 差不多也是700万 但那个房子就更大 大很多 十千尺 这套房子2200多尺 好 里面是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都是地砖 做卫生间的地砖 两个洗手池 中间还有一个化妆台 浴缸淋浴房 很标准的美式房子 好 我们在这个主卧床前 最后欣赏一下 这里还有小阳台 可以出去的 主卧床前欣赏一下 Newport这种带码头的房子 我稍微放大点 其实能看到霍格医院 好 这套房子是在Newport Beach 是一套带码头的房子 室内是2289尺 占地3100尺 三房3.5位 楼上三个房间 都是套房 主卧有非常漂亮的码头景观 这是一个港湾内部 所以它也是海景 也是港口 售价是695万 好 有兴趣约合马 今天要看忙 谢谢大家